中文字幕志愿者 和战友驾驶歼16战机迅速出动进行处置 飞行员在空中进行处置的同时 地面人员也在进行相关的后勤保障 除了日常的一日三餐外 预有夜间的战斗起飞 值班人员也要做好饭菜送到外场值班室 保证飞行员有充足的体力进行下一次飞行 上去有时候一待就待很长时间 对精力消耗也比较大 然后体力消耗也比较大 补充补充体力 像情况复杂的话 后面还要继续上 在空中进行查证后 吴璐璐根据空中态势完成判断和决策 稳妥处置了此次不明空情 和战友返航时 丰盛的饭菜已经送到了值班室外的餐厅 平时值班我认为就是一个整个带弹的一个状态 整个人就是全副武装 衣服 装具 还有枪弹什么的都准备好 确保一有情况能及时登机 及时有效地进行升空处置 吴璐璐告诉记者 在担负战备值班的过程中 有时也会遇到外军机抵近我领空挑衅 他们会坚决起飞进行驱离 应对处置的过程中 有时甚至可以清晰地看见外军机的机号 他们的这些飞行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空防安全 他来我们这边闹事了 首先我们就不太怕的 而且我们背后有我们强大的祖国作为后盾 有体系作为支撑 他要搞事情 我们就跟他一个高度 哪怕是冒着相状的风险 他要往这边进 对 但是我们就卡着着不动 他什么高度 我们什么高度 身处一线 这个部队每一位飞行员 都有面对面处置空中特勤的经历 飞行员常态在机场 担负24小时战备值班 记者采访期间 就多次遇到警报响起 飞行员无论处于何种状态 都要第一时间奔赴战位 一天之内滚动起飞 连续几天下半夜战斗起飞 有时连一顿完整的饭都没法吃完 整天从早到晚 整个单位的所有人员 包括飞机轮番流转 让我体验了一次战斗的一个氛围 然后空中飞机又多 好多种要素在里面 心情都是像是荷尔蒙提升一样 大家带着一股冲劲上去的 热血沸腾的那种感觉吧 大家都在硬着处置 这次任务 吴陆陆驾驶战机在空中 按照预定动作果断进行驱离 辽机飞行员操作设备实施取证 凭借过硬的战斗技能 逼迫外军机改变了航向 确保了祖国的海空安全 每次升空的时候 俯瞰祖国的大河河山 城市街道等等 感觉就像是一幅非常美丽的画卷 同时也感受到了自己身上 陈天天的那种责任感 这片领空是由我们来守护的 像那种带着枪和弹 带着真听设备 天天来我们家门口荒野的外军机 我们必须坚决地欲驱离 我们的身后是祖国的万家灯火 我们有信心 有决心 也有底气 来坚决捍卫住这一片未难 这一片未必须坚决的